曾登昴李 報名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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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在講那個相關的事情 關於那個食材人的,口頭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往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碰到這個問題 早上可能經過學期是國小 就是我們在做學校有經日的時候 每一個學校 在每一個學校的屬風 其實都有很多次過高的經驗 就是關於那個猜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要詮明到什麼程度 我們甚至有一次 如果這個學校現在有多少座 我就不要講去哪一座 那個學校要求我們要把那個四季都撕好給他 然後我們的李莫媽媽其實也不錯 然後我們每天要處理這些類似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有在這個學校合作 其實我們碰到有一些 我們在跟北市的那種學校合作的時候 那邊的屬風比較友善 他覺得食材可能真是好吃的 他一看就覺得 雖然之後就長得不見得很漂亮 但是他知道這個食材的地質是好的 所以他就回去一定要拿點 關於長量美醜的問題 可是有些學校的屬風 就會非常在意美醜這件事 就是只要有一個洞 然後他就覺得那個東西是快爛掉的 即使是在西周鄉 我們做這個代替食材的工作 一樣也是同樣 譬如說 當我們地瓜葉 那個農民採起來 地瓜葉就是一大創 因為他不是要去賣到航口的 然後為了這個事情 當地的廚工還有他們的所長 就跟我們講說我們在碰盪的錢 他說這個他們不吃梗 或什麼的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那剛剛那個 跟我一樣 張慧文的那個 請老師 講到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我來講也是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說到底那個食慾的教育要做 要怎麼樣才能夠真正的做到 因為像現在 教育部在推一個蔬食教育的部分 我們透過幾所學校 都有同時跟我們談說 他們希望蔬食教育可以跟我們合作 因為坦白講 你說學校有其實是 你光有機蔬菜的價格就 價格就非常高 任何的話就加雞肉 那個價格又更高 像我們在這個學校有一次 我們幾乎基本上都沒辦法放什麼雞肉 什麼些 大家也可以放豬肉 因為價格都不同 都太低了 可是 就很有趣的是 大家在退出時日的時候 其實每個學校子 的狀況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在退出時日那個 他們自己希望盡量吃素一點 然後他們覺得盡量已經吃素一點了 然後覺得自己又吃有機 就感覺好像很可憐 因為有跟我講過這樣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次本身 他們覺得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那個 加雞肉相對比較小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 這個習近平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說 如果大家都只覺得 在這個形式上的話 其實它會變成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那而且 我比較認為說 如果這樣不習近的部分 或許真的要先從 老師的部分開始做 因為像之前我們跟東姐這邊 就是一起合作做那個 學校理系的時候 我想他們也碰到一個問題 是 當我們跟老師說 我們來跟你們談一下 學校理系的理念啊 這些 其實有些好吃的感覺 有需要的關係嗎 有需要這樣嗎 他覺得我已經採用你的菜 已經很適合起你們了 然後他自己覺得 他一定要去提這樣的東西 然後要接受教育教 我覺得這部分 是一個很難突破一點 也許在做他 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作法 因為像我們現在做學校 已經有那個 激州案 我們基本上都沒有辦法 跟老師來對話 他們就是上面的政策責 要他們去跟著做 可是基本上不太願意再去進修 像我們去跟激州鄉的那些 脫鎖的老師 好不容易終於拗到一個 半個小時的時間 讓我們去告訴他 為什麼在地食材是受到 然後講完之後 只有激州一來的老師 跑來問我說 那我們可以去採購 就是跟你們一起買 那些兩名的菜 其他然後就完全沒有反應 這是我覺得蠻難突破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擔心的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 最後只剩下行事上 而且實際上 沒有真正得到在地點主持的話 像核心國想他們是從 校長到老師都很支持之外 國想就很難繼續往下 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這樣子 像是我們簡單的分享 好 那我們要做這個禮賽 那如果說早上有時候 農委會他農業所準備 那今天是 在他忙一個 今天裡面他有感到來 來這裡有感性 那大家也可以再用 再討論 那我會覺得說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我們今天有給各位準備一張 這也是提過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主要是非常用心的 有些討論跟一些商業的意思 包括說採貨制度的公開公明 財務公開跟這樣參與 那要求下文財產公辦公明 設立 不可視頻安全衛生物 傳保標準的廚房設備裡面訊號 那另外就是 檢討當前相互這樣價格的合理性 所以說下文公立相互 才能農產品生產 好像對環境有相當 無毒化於有機 另外就是 食材採貨因 比如安全性的追求性 來源後 那這一部分是科長 那個主力也要談到一個政府外 另外就是推動 食育像是官吏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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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我們會下午午餐盛載 我請教育 幫我小吃 特別是在這裡鼓勵 還有一些鼓勵跟協業 像一同組織的 那個班 計畫生產公司 但是楊老師的經驗 好像是非常慘慨 OK 那我想這個是 整個大量的東西 幫我們整備的一些方向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從一些不同方向 包括有些人是老師 有些人是家長 有些人是公主 有些人是商業者 那我們很想瞭解說 那各位 對這樣的問題 看來我們老心情有什麼想法 那我們今天 好難得 就是很激烈 真的很難得 有這麼多人 可以來這裡討論 好 那個派河沈小長 已經到手上了 謝謝 那個 那個 各位前輩好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是那個 荒野的友誼 那 我本身 在97 98學年度 也是 台北市 光布寶寶教會的會長 那 其實我們在當初一直很努力 希望可以推動 我們學校的午餐 可以改台有機蔬菜 那可是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 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很多 我們遇到過的問題 那 像台北市的營養午餐 大部分是以群組的方式來供應 就是不是每個學校的廚房 而是可能一個學校的廚房 然後供應三個學校 大約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變成是 那這些營養午餐在 招標 或是在這些 價格制定上 其實 沒有辦法由特定的 某一個學校來做決定 大部分 只有供應學校 來決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受供應學校 像我們光布國小 我們也是2000多份的營養午餐 那我們是 寄在另外一個中間區的小學 然後他們學校是300份 可是我們連推動 一週一書十都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學校不接受 那所以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其實今天的課程裡面分享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 我們今天討論的很多是 針對公務門 就是跟政府去對話 或是要去說服政府 改變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可是其實 就我們在食物上 遇到的問題 其實很困難 而且要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的孩子 或是我們的環境 有沒有辦法等那麼久 所以今天要提出一個 建議就是 有沒有可能請 前面的老師們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有沒有可能從民間的角度 串聯民間的力量 我們主動來成為一個 營養午餐的供應者 我們 由我們自己來提供 有機的營養午餐 那我自己在家長會的任內 我們原本要推動有機午餐 我們是做全校家長的問卷調查 那以我們關護他來講 我們目前的營養餐價格是45塊 對那 我們問卷調查結果裡面 有超過90%的家長 是願意加價10到15塊 讓孩子的菜改成有機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行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有機 有機蔬菜的價格 跟一般蔬菜的價格 如果在大量供應上的落差 這個部分我還沒有去收集到相關資料 只會很希望如果有機會 在由我們民間團體相處 我們不聯盟 我們家也是吃了你家的東西 對 那就是 有機會由這些民間團體的力量的串聯 然後我們自己來成為一個供應者 成為我們現在希望讓孩子吃到有機午餐的家長的選擇 不用再等政府出來 那如果我們做得很好 如果我們民間團體推出來的這個方案 跟這些價格跟食材跟這些東西 包括我們搭配在我們提供的食材之外的這些食慾 食慾的這些工作跟課程 然後可以帶動讓這些孩子展現出來 他可以以其他學校或是其他班級的孩子 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相信政府更有可能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方案 甚至可以加速政府針對營養股餐這個政策的改革 對 所以其實今天也是很希望可以多用一些朋友 就是在這一個方面 因為我自己是就是賣衣服做生意 可是我也有頂級的廚師執照 因為我很想要去 我很想改行 對 因為賣石油做成了化學纖維 然後去賣給客人其實那也不環保 所以我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可以 我做的生意跟我做的事情 也可以對環境有幫助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推動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那也許 藉由今天這樣的場合 我們非常希望前輩老師們還有這些團體的這些夥伴 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 有沒有我們可能跟團體一起來努力出成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有關食慾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也是牽扯到學校的老師 其實今天大家看下來就會知道 這些事情會不會成功 沒有別的就是校長 就是學校老師 沒有別的 你上面的政府講在說下面校長不配合 絕對沒有用 可以站到這邊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都是因為校長有心 所以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就是 怎麼樣培育出這樣子的校長 我們怎麼樣去督促政府 或是請他們去像剛剛在講 在校長的這一研習或是這些課程裡面 請政府讓這些校長去分享他們的經驗 或是分享他們的感覺 讓我們的台灣可以有更多像這樣 像這些校長那麼認真投入在這些環境教育 或是投入在這些有機午餐的這些教育上面 因為這是要有心態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校長的養成教育上 也許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民間團體可以去努力推動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環境教育法修法裡面 我們也一直希望可以推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要當校長 你最少要受個16個小時的環境教育 因為所有的學校的環境教育的失敗 或是生活教育的失敗 或是這一些被重視的問題 都出在學校的校長 像我自己在學校裡面推生大教育推了10年 對 我們遇到的校長完全 前面的校長的支持 換一個校長全部就推翻掉 對 我覺得校長的養成其實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研究看看吧 我們今天可以來跟我們分享幾個案例的校長 也許可以請他們分享一下他們成長的過程 或是一些他們的青春的經歷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點 我以前也不煩惱 我以前也做很多 我以前也會感受 那可是遇到某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點 觸發他去開始去關心這樣的事情 那也許在校長養成這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看看 有沒有怎麼樣更多的機會跟姻緣 去促成更多的校長開始關心這樣的事情 因為學生不是只有分數 對 以上分享 好另外一件一個 對不起 因為今天太晚來 我們又拿到獎益 有沒有可能建議主辦單位 把今天的獎益的電子檔 可以上網讓大家下載 我們可以分享給其他家長會的可敗 謝謝 對於那個光輔我想跟家長 我覺得我們家長說有這種事情 因為有個期間中 我就會幫他化錢輕鬆 就像主務聯盟的我們一起 其實都家裡 我們常常講的幾句話就是要 永遠開口 可是呢 你開口以後 其實就要 要付出行動 到付出行動以後 其實你就要 你其實要 要承擔那個 有點忘記了 對 這個也承擔 就像我們剛才在講那個 營養 就是希望開北市 因為我不曉得 你們那個光輔多小是 你們是公辦延宇嗎 對不對 還是公辦公營 公辦公營 就是 公社的營養單 廚房 然後 裝潮的一個營養單 就公辦延宇嗎 對 對 我們當初在推的時候 就比較遺憾的就是台北市 那因為那一次以後 後來就是沒辦法 沒有把所有台北市的家長 結合起來 因為台北市有公辦公營的廚房 可是後來 我們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變成 有中央廚房 可是這個合餐店的 竟然有人先跳 就是 吃飯午餐的業務 後來我們獲得體會 體衛科的科長 他說 因為要讓鞋身有多餘的選擇 包括有一些公辦公營的鞋 也有公營的別餐 就是有非常大的壓力這樣 然後就是 呃 就是 變成一個藉口 就是他們 然後我們家長 當初後的那個量 不夠 不夠大 那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所有的家長 其實要回頭來想一想 就是說 我們孩子的營養物質 到底是要誰負責任 像我在11年前 在農外國小就當 愛情媽媽總隊長 還有副會長 然後 辦了台北市所有家長 去看當初所謂的媽媽堂 就當初就是他非常適合的 營養午餐的工廠 因為他每個細節 他都交代非常好 而且他 呃 也非常的清楚 包括他的菜怎麼洗 先洗的再切 這樣營養才會流出 然後呢 他一個有事 一次用來就不會再重複食用 然後他不同的展覽可以簽食物 然後怎麼去把他食物很安靜 送到我們學校 我就在想說 可是如果有一個關卡住的問題 那我孩子的健康到 我住宅問了誰 所以我呢 還以後來重溫了 那個時候其實就自己帶便當 帶到高中 包括 我兒子現在好像四五歲 年二十三歲 現在上班以後 還是繼續帶家裡的 到班戶出去把他自己造好 對 所以我就覺得再還有沒有辦法 呃 我們想到最好的方法 其實要自己先把自己的孩子照顧好 然後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營養照顧好 所以我跟老佩服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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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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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畫了整首符 去 好好去賺錢 可是從老佩長的時間 為了他們三個還是四個孩子 你看 對 就是為了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好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起個頭 我覺得有一些瑕疵 我們一起料理家長的力量 怎麼把它做 就是不要再散掉 那真的 那我覺得我們這些媽媽也有能力來 成長雖然爸爸那樣表面上看的 其實那個力量好像不夠大 可是我們會很持久 而且這件事情 既然已經中 我覺得我們 一定會繼續去做一下區長 那可是還比較有一個大力 因為我這幾年後來都發現說 在96年後 為什麼對於平藥餐館的 郭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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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平藥餐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們平藥餐也可以一起去 那我在 郭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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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有朋友說 這個平藥餐餐 我非常關鍵是校長 可是未來是徒勇者 把那個校長 要求的之前 或者是校長 這些平藥餐 有一些比較溝通也好 然後獎學也好 他們知道說養廠是吃飽的 這就是一個 他跟那個實力 還有跟我們在地經濟 跟農工會都會 實力 我們在說 相信這邊是很大的 我們那個教師公會 你們會放 不行 我們的校長 校長都是教師公會裡面的位子 不是 不是喔 他有個校長的位子 也會 校長有關心 那另外剛才有提到說 這個資料你們會放在廣場 而且貴長這個資料 我們也要考慮說 要重新再執行 是不是有什麼 跟什麼方式跟大家分享 謝謝 早上我有講過說 無必值得是一個很低的標準 對不對 我們把校園都做過後以後 然後 現在就沒有問題嗎 或者我故意從那個 吃午餐的請進去提到大家 如果吃午餐的請進是那種戰鬥餐 那所有我們前面的 努力量多的食材 到了現場 只是說孩子很無奈的 坐在自己的位置 這位置是剛剛才 才考試過的請進 在25分鐘 實際上學的面積在連續有4到5分鐘 用那樣子的鋼杯 然後不准換位置 不准跟他朋友 所以不可能在 跟高級氣氛這樣子下用餐 那大家的鼓勵都會打出一個很高 所以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能不能管市 或者校長的有認識 校長第一個要有對這些價值的認識 今天這些價值的認識 當你是自立午餐的時候 你的伴手就是總圈 食材開始 那如果你是招標的 是同餐的 那你就要從上位階的招標 招標一家一兩家 兩家都要給孩子自己圓練 所以不同的原因會是有不同的結果 那新北市這一次出比較大問題 是因為他把權力集中到校長去 導致校長剛才只是說 那麼大的權力 也有那麼多的誘惑 當學校剛好財政就有 不太夠發展校位的時候 他媽媽就覺得 欸 廠商送的也不錯 送久了以後 他覺得剛好有一份 放在自己口袋裡面 好 問題就來了 但這個真的不是補餐的本子 補餐的本子就是孩子 要吃得快樂 吃得營養 然後吃得也價值 這樣子 所以校長要受的教育 一方面是法治的訓練 那這個可以從校長的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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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會議 放進去就可以 那在培訓的過程中 大概要法治教育 但是也要有一個 像這樣的教育 你每一件招標 它的價值在哪裡 你蓋一個漂亮的校色 或整修好的校色 你的價值在哪裡 它不是一件又一件的招標 如果校長把它變成是 一件又一件的招標 在他面前 趕快每件 包 然後後來沒有避案 我到底會全身 得罪了 但是大家希望 學校是這樣嗎 不是嘛 所以校長要回到每一件事情 雖然是要經過那個 教育人比較不相符的 所謂的總部跟 發包 或者是採購這種業務 但是它每件事情的背後 我看就是一個價值 午餐是什麼價值 那那個 那個銀件 校色修建是什麼價值 而不是每一件 看起來都是一個 商品上的買賣後的採購 那這樣子 有這個價值的認知 才會使它 超越 無必午餐的層次 然後來做 所以我不太希望說 把所有的地方都給校長 那校長過去本來就是 在很多縣市 不管是自立午餐 或者是那個同餐 它本來決定都有點跟善 是新北市這兩個 把它集中到這樣子 所以才出現 大家都死前危險的問題 於是大家教育一輩子 在看待 午餐跟校長的問題 那今天校長 就不應該在那裡 反正校內 關心 用餐的 不管是愛心媽媽 不管是那個老師 都應該從價格上去 共同參與 謝謝